2018年3月16日 一只小鞠猫诞生啦 不久后 他坐着飞机来到了2000公里外的新家 见到了自己的蝉屎官 哎呦 还有一脸懵逼 以及三位哥哥 二哥二哥三哥好像不太喜欢他 弟弟 来 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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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弟弟 反而是一向高冷的大哥中芬 对他照顾有加 但是中芬并不是对每一个弟弟都是这样的 白白到家的时候 他是这样的 夫妇到家的时候 他是这样的 他对这两个弟弟 虽说不上喜爱 但也仅仅是处于同一个屋檐下的室友吧 但是唯独对猪猪 那真的算得上是偏爱的有些夸张了 且不说从小到大的洗头服务 因为是成熒太多的 我现在还没有 我是启狱你 真的是 我们只有一群终的 冲他们没有 还是 我们要的 关系 我们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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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猪一毫,分尺弹道 猪猪今年已经五岁了 猪猪,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我们过生日了 由于被中风宠得无法无天 逐渐变成了家里的小霸王 时不时就去逗门也回来 又去跟人家礼拜打假一天 欺负人家,真是的 经常被妈妈教育 汪啥,汪汪汪 你看 老师在那 你委屈啥,你委屈什么,凭什么委屈啊 你来得完,那怎么怎么办呢 你怪你自己出生出晚了呗 你呆这个样子,我怪你禁闭 在啥吧,你就不知道教育你弟弟 你一天才的,你对别人这个样子 你自己的亲人没点数吗,还是你的错 这五年来,我也不断地思考过 为什么中风会这么宠爱猪猪 我无法从中找到答案 只能归功于猪猪很可爱 但是突然在某一个午后 我想起来了一件事情 其实在领养中风之前 中风是有一个姐姐的 她是一只橘猫,比中风大半岁 中风和姐姐的关系很好 但是因为园主人工作变动的关系 中风和姐姐被分开领养了 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姐姐了 我不知道中风喜爱猪猪有没有姐姐的原因 或许是这一抹橘色 让她想起了曾经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姐姐 所以才对猪猪格外的照顾和偏爱吧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测 无论中风宠爱猪猪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猪猪永远都是中风的偏爱 而爱,有的时候,或许不需要理由 是不是啊,猪猪哥 大声一点了 咳,哼? 啥子? 哪边来、刹我 你这么小声别人听不见 pokok 我们在这一直到第一 resolution 我们下八点上的第二集 要一墨修小叮 mental 内的几 가족 çevlov年 在包围的三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